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愣在那里 无言以对 想到自己在张仪出生 在张仪长大 竟然连张仪的意思也没弄清楚 我不禁惭愧万分 直到最近 听另一位朋友说起 我才知道 张仪本来是一种树的名字 他告诉我 早期新加坡东部的张仪一带 种植了大量的张仪树 现在那里还有一棵大约150岁的老树 有人的说明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一天 我起了个大枣 独自去拜访老树 我远远的就看到高耸的老树 笔直的站立着 枝叶在风中婆娑起舞 周围的树木都比老树矮了一大截 而挺拔的老树 就像一名士兵 守护着周遭的一切 眼前的景象 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啊 我年幼时 不也是在这样的一棵大树下 与玩伴们嬉戏 玩闹吗 原来 我早就和张仪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我激动不已 走近一看 参天的老树风采非凡 在微风中 苍净的树枝与翠绿的叶子 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令人心旷神疑 我缓缓地走到树下 只见粗糙的树干 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抬头一望 绿叶在风中晃动着 阳光 从树枝与叶子间洒下 如同一场金黄色的雨 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 那一刻 我感觉到老树的执着与坚强 她从不嫉妒 飘飞的白云和翱翔的鸟儿 每天聆听着沙沙的树叶声 日子虽然寂寞 却也自得其乐 我萌生了 带孩子们拜访老树的念头 希望他们重新认识张仪 第二天 我和孩子们 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地方 却再也找不到参天的老树 一夜之间 老树竟然已被拒断运走 地上只剩下一节孤独的树桩 它仿佛在向身边的野草 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一百多岁的老树 竟在一夜之间倒下 失望的我 看着同样失望的孩子们 不知该如何跟他们解说 谁又能想得到 还未来得及对老树说再见 转眼却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